美媒美房务公司深陷供应链危机 美国房务新闻周刊网站11月23日发表题为 没有公司不受影响 供应链问题重压房务公司的文章 作者维斯蒂芬·洛西 全文摘编如下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已经一年半有余 美房务工业仍受困于疫情影响 并正绞尽脑汁在混乱中前行 美全国对供应链的基本关注 大多聚焦在养家糊口成本上升 或是焦虑的父母基于早早订购礼物 以确保圣诞老人能在圣诞树下放礼物的问题上 但是 房务工业从业者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他们面临的挑战 五角大楼官员正密切关注 并思考这对其后勤意味着什么 一家又一家大型房务公司表明他们正面临的问题 有时是在解释销售低于预期的原因 供应链困难可能源于各种问题 包括缺少生产重要零部件的原材料 运输成品时遇到的障碍 比如运输集装箱不足 导致港口积压或是缺乏国内运输卡车等 部分公司已经发现疫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 加剧了供应链问题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代理首席财务官约翰 莫拉德10月25日在电话中表示 该公司航空产品业务 导弹和火力控制 以及航天业务的供应链问题超出预期 并涉及多个供应商 拉低了第三季度的销售量 他说 比如由于疫情重创了商业航空部门 一家为军用和商用飞机 生产起落架刹车装置的公司 出现了现金流匮乏